最近 元宇宙的概念突然流行起来 全球最大社交平台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表示 他想完全转型为元宇宙 什么是元宇宙 将人类现实世界的数字化仿真与人类现实世界 实现无缝衔接和全面统一 形成的一元化宇宙体 及各种多元化的世界元素形成一元化的统一宇宙体 称元宇宙 元界Metalverse起源于29年前的科幻小说《雪崩》 其中将人类未来的生活描述为一个数字世界 人们在虚拟世界中相互交流 目前 这个概念还没有很明确的表述 但总的来说 它是一个由多个宇宙相互连接的持久而生动的数字世界 人们可以在其中生活 工作 娱乐 购物 学习等 甚至在世界上赚取数字货币 然后在现实中兑换或直接使用 总之 人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很多事情 就像另一个次元世界一样 元宇宙被认为是互联网的下一个形式 我们现在的游戏 社交软件 购物软件 都可以在元宇宙中体现为真实的场景 例如 我们在元界购物时 不是登陆购物网站 而是来到数字商业街 在元界商场超市选购商品 就像在实体店购物一样 利用现有互联网技术 Internet 信息技术 IT 自动化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AI 虚拟现实技术 VR 增强现实技术 AR 混合现实技术 MR 扩展现实技术 XR 大数据技术 云计算技术的元宇宙商业 将很快成为元宇宙的新成员 未来的元宇宙商业 人们可足不出户 使用远程都为视讯设备 就像亲历商场超市一样 直观 方便 快捷地选购各种所需的商品 医疗 教育 工业 农业 养老等等 都将很快进入元宇宙时代 元宇宙科技将迅速得到普及和应用 元宇宙时代将以排山倒海知识 进入人类的现实生活中